就从那一次之后 公公婆婆好像就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不好了 是吧 是的 就是那天我公公呢 在我家的大煤后面坐着 我知道她在后面坐着 我开煤的时候 我就没有使劲地推煤 我也是慢慢地开 后来我婆婆就给她打电话 就说说公公在煤后面坐着 我实际地推煤 把公公推倒了 她有点故意找你在查了 对 就这些事我们就闹起来了 那后来我公公她也打我 我一个女人我公个儿又高 我又弄破她 我又给她说 她也跟我说 她说要不然去她朋友家 先住几天 避开一下 避开一下呢 她朋友就和她老婆两个人 来接我了 接我就上她朋友家 去住了一晚上 她还让她朋友给我找房子 租房子先住到外面 房子也是她叫朋友给我租的 后来呢 她又听她 就是我们本岁的一个朋友 给我婆婆说 我跟她的朋友有关系 关系不一般 她说我们一生气一吵架 我就上她朋友家去 公婆婆就给她打电话 就说我跟她的朋友 也有关系 她就只问我 她就为我给她的朋友的事 我说没有 我和我父母吵了一架 我帮她说话 觉得父母错了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我不可能说的 或者她给她那个有那个的 不可能的 她说你打电话问她 质问她了 我就问了 这就是家来发生的事情 我说不在家 她说呢 就是父母说她 说我外边怎么怎么回事 我就没有相信这个事 也不可能相信 也不现实的 她没说实话 她就是为我 跟她朋友有没有关系 言中就表现出来了 我住了有两个多月 她从外边回家以后 她就死活地非让我搬回去 她说你住到外面 别人笑话 从我的角度来看 她就是不相信 那刚刚张先生说 她为了你的事 跟她父母还吵了架 是吵过 她的吵都是电话里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在严女士这里 还是认为 张先生是不相信你的 听了她父母的话 对 不知为何 严女士的公婆 总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指责严女士品行不端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 身为丈夫的张先生 还偏偏对这些无稽之谈 赏心 每次都要较真求证 如果说这些已经足够 让严女士焦头烂额了 那么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还在后面 这股造谣之风 不知从何时起 开始传染了